高鐵董事長江耀松 從公司董王市走到同一棟會議室開會 每次會議就可以領取8000元的車馬補助 或是今年三半年就已經領了12萬元 他日前接受的諮詢師 是這樣說明 公司歷任董事長 我們都按照慣例 然後出席董事會 還有功能性委員會 有我們出席會 每年一份的董事長 法議規都在連報上面做公開揭露 結果這件事情發聲音之後 高鐵董事長江耀忠昨天發行給公司董事表示 從今日起不再支領公司董事會相關出席費用 高鐵也發表聲音表示 這件事情經媒體報告之後引發諸多議論 並釀成風風雨 人心猜忌 並非高鐵董事長惡見 所以決定不再支領會議相關出席費用 下告 跟大姐來配合 2個目的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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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我認識十足 3個目的是 2個目的是 2個目的是 2個目的是